李斯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 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出生日期为2003年10月7日 他从小开始接受体操训练 后来在2017年被选入中国国家体操队 是那时期 李斯嘉以其出色的表现在体操界展露头角 2018年 李斯嘉参加了世界奥林匹克体操学院邀请赛 并在青年组女子平衡目项目中获得银牌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时刻 标志着他的第一次国际成功 接下来的一年 李斯嘉在中国造庆举行的FIG世界杯赛上首次亮相 并获得了女子高低杠和平衡目两个项目的金牌 同年晚些时候 李斯嘉参加了他的第一次世锦赛 并在女子平衡目项目中获得铜牌 这是这位年轻体操运动员的重要成就 也证明了他的努力和专注 2021年 李斯嘉在中国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平衡目项目上 获得个人首个全国冠军 在国内舞台上继续表现出色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时刻 展示了他在高压情况下的表现能力和竞技水平 他以优美的动作 灵活的生智和出色的技术能力在平衡目项目中脱颖而出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李斯嘉一起在平衡目项目上的优雅 灵活和技术能力而闻名 他的表现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的目光 赢得了他作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体操运动员之一的声誉 他已成为有报复的体操运动员的榜样 并以他的专注还毅力激励了许多人 尽管年龄还很小 李斯嘉已经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凭借他的才华和职业道德 他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体操运动员之一 作为一个年轻的体操选手 李斯嘉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随着他继续发展他的技能并在国际舞台上竞争 他肯定会对体操运动产生持久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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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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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